镜头显得少年年仅12岁 却能和鸟儿对话 不管走到哪儿 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鸟类 甚至在它的指挥下 鸟儿还会做各种奇怪的事情 因为太过离奇 当地人叫它鸟神 传说它出生时 窗外聚集了上千只鸟儿 一同名唱 传说中的鸟神真的存在吗 它究竟有哪些异于常人的本事 接下来请跟随镜头 让我们走进少年鸟神的世界 探究其背后的秘密 画面中的少年名叫吴永桃 家住破石岭村的半妖处 因为位置偏僻 每天凌晨时分 鸟儿们总会聚集于此 将村民们唤醒 在辛苦翻越了几个山头后 记者终于在一处花丛中 看到了一栋瓦房 此地背山面水 空气清新 宛如古人笔下的世外桃源 遗憾的是门窗紧锁 少年不知何处去了 一旁的村民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热情地指了个方向 你孩子正在田里捉蚂蚱呢 十分钟后 远处显现出了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 只见一位少年正聚精会神地 在草里寻着什么 一旁的小狗懒洋洋地陪着主人 好奇之余 记者走上前去 你在干嘛呀 男孩笑着他 我在抓虫子 喂小鸟 望着他凌厉地伸手 记者确定 眼前的少年正是此行要找的鸟神 乌永桃 听闻摄制组的来意后 他连忙施展起自己的绝活 鼓起腮帮子 吹出了奇怪的声音 下一秒 两只小鸟跟听懂了似的 齐刷刷地落在了他的掌上 为了证实 他的确有特异功能 记者提议升级难度 让他随机指挥树上的野鸟 只见吴永桃冲着树梢 不断地发出声音 尴尬的是 上面的小鸟像没听见似的 继续叽叽喳喳 你真的会指挥小鸟吗 听着记者有些怀疑的语气 少年一拍大腿解释道 不是他们不听 而是被你们吓到了 不敢飞过来 说完就旁若无人地攀上了树 下一秒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小鸟们纷纷跳到他的身边 和吴永桃嬉笑打闹 即使有些胆小的 也远远看着没有飞走 这一刻记者相信了 村民口中的话 看来少年的确有过人之处 镜头前 吴永桃正在和小鸟们做游戏 这些聪明活泼的小家伙们 一个个围绕在他的身边 仿佛争宠般闹得喋喋不休 用吴永桃的话说 鸟儿们也有七情六欲 会结盟会闹脾气 有时候为了一口吃的 还会大打出手 将对方啄得遍体鳞伤 每当于此 吴永桃就会嘟起嘴巴 用声音充当和事佬 说起来也怪 鸟儿们一听立马就和好如初了 这么神奇吗 那你这声音究竟有什么含义 对此 少年意识也达不上来 为了让记者相信自己 他讲述了一件故事 十岁那年 吴永桃赶着牛 在山上放牧 忽然间在草丛里 捡到了一个鸟窝 里面躺着三只 刚出生不久的厨 正叽叽喳喳的喊恶呢 回家后 他将其中一只送着人 自己充当母亲 悉心照料剩下的两只幽鸟 在邻居的指挥下 吴永桃掌握了 田里抓虫子的本事 还懂得了 怎样召唤它们回家 渐渐的 两只小鸟长大了 它们每天形影不离的 伴在少年身边 为它唱歌 陪它嬉戏 十一岁那年 一个傍晚 两只鸟飞出去 再也没回来 起初 吴永桃以为 它们是贪玩 误了时辰 可数天过去了 依然看不见鸟儿的影子 情急之下 它模仿着声音 在林底来回穿梭 终于召回了 那两只陶器包 自那天起 少年欣喜地发现 只要自己一张口 总会有鸟儿 飞过来和自己玩闹 甚至还听指挥 在手掌上 静静地待着 什么鸟神 说到底不就是训术师吗 听完了吴永桃的经历 奢侈族 精心请来的训鸟师 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要不你们鄙视一场 看看谁厉害 在记者的窜途下 一场别开生面的控鸟大赛 拉开了帷幕 镜头显的少年年仅12岁 却能和鸟儿对话 不管走到哪 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鸟类 甚至在他的指挥下 鸟儿还会做各种奇怪的事情 此刻 所有人都睁大眼睛 盯着场上的一举一动 按照比赛规则 训鸟师和吴永桃 不得触碰鸟儿 只能用呼喊的方式 一脚高下 最后看看 鸟儿会落在谁的手掌上 本以为过程一定精彩刺激 不料 笼子开启的瞬间 里面的鸟儿竟扑扇着翅膀 静止飞走了 连回头的想法都没有 一时间 厂商的气氛有些尴尬 也许是为了尊严而战 不带记者反应过来 二人就使出看家绝活 对着树梢上的鸟儿召唤起来 下一秒 草鸟跟着着摩刺他 一只接着一只的落在了吴永桃的手中 这不公平 本地鸟都认识他 有本事换个地方 一星期后经千挑万选 第二轮比拼 在湖南长沙鸟语林正式上演 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因为园中聚集了各式鸟类 千姿百态 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比赛还没开始 驯鸟师就输了 当吴永桃进入园区的一刹那 周围的鸟类发了风刺的涌过来 在他的肩头手掌上嬉戏玩闹 不知道的还以为熟人见面呢 尽此情景 驯鸟师不知从何处搬来了一只鹦鹉 上来 上来 洋洋得意道 你要是有本事让他听你指挥 我就认输 众所周知 鹦鹉是一种智商极高的动物 不仅会学舌 脾气还异常暴躁 往往需要数年朝夕相伴才有成果 显然 这是有意在刁难吴永桃 可少年呢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盯着面前的淘气泡 依旧发出奇怪的声音 下一秒 鹦鹉像是见到主人般不停地翻跟头 那阴晴劲把记者都看呆了 难不成鸟有问题 待着疑惑 虚鸟师来到了鹦鹉面前 但没想到小家伙对他爱搭不理的 怎么指挥都没有反应 这一幕引起了鸟雨林副经理的注意 因为自始至终 吴永桃并没有像普通虚鸟人那样 掏食物引诱鸟儿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小家伙们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呢 在湖南师范大学动物保护专家的介入下 谜底终于揭晓了 按照吴永桃当初的描述 他无意间救下的小鸟 正是大名鼎鼎的红嘴蓝雀 此鸟儿极善于模仿 能和各种同类沟通 正是长期的耳濡目染 让吴永桃适应了这种特殊的声音 以至于条件反射 学会了怎样和鸟类沟通 其实从感情层面来说 它的特异功能其实就是 对弱小生命的呵护 鸟儿虽然没有人聪明 但也明白谁对自己好 谁会伤害自己 正是这种相濡以沫的朝夕相处 才缔造了鸟神的传说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